欢迎收看财经Express 晚上好我是威敏 新闻开始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股市走向 投资者套利加上日本香港科技股领跌 让亚洲股市全线下跌 马股全天下滑了1.94点 以1868.58点币市 在汇率方面 今天的亚洲货币继续回贬 马币对美元下跌报3.8975令吉 而马币对新元也跌至2.9639令吉 这就有市场交易数据 外资今天近卖出7,061万令吉 而本地机构以及散户则分别买进 6,959万令吉以及102万令吉 接下来有且不另外单元 首先有大马富豪丹安斯里谢富年 和新加坡富豪郭利明的消息 谢富年属下 双微混凝土产品新加坡公司 将和郭利明掌控的HR建材公司 共同设立联营公司 以向新加坡建设局投标土地 并以租地的方式来生产浴室混凝土产品 双微混凝土产品和HR建材公司 将分别持有联营公司的49%以及51%的股权 双微建筑表示 将可从这个联营计划中长期受贿 包括改善生产力 减少依赖外劳 并且进一步扩增新加坡市场 接着让我们来看 上市以来股价表现一直低迷的乐天大腾化学 截至去年12月31号为止的第四季业绩报告 该公司第四季的营业额下跌超过1% 报21亿1729万令吉 但所幸在税率降低和非营运收入增加等等的利好带动之下 尽力扬升30% 由2亿9086万令吉 升至3亿7815万令吉 促使董事部建议派发每股23仙的股息 乐天大腾化学出色的业绩 引来的投资者扯购股票 推动股价应声上扬28仙 收报5令吉36仙 无论如何 该公司的股价依然比当初挂牌的6令吉50仙 少了1令吉14仙 来换个焦点 日前媒体报道指 国内一家主要货币批发商遭到盗窃 导致有人忧虑货币是否会不足 对此国家银行就表示了 市场有充足的货币满足公众的需求 而目前受影响的货币兑换商及货币批发商也已经报警 国行将针对此事进行独立的审查 以鉴定设计的单位是否违规 如果发现违规行为将采取相应的执法行动 那么今天的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